2022台中设计周将在15号登场 这次以永续城乡低碳生活作为主题进行相关的展览 从建筑产业、不动产开发、建筑师以及设计师等专师技术应用 绿色建材设备、供应及蓝碳、海洋、生态等角度 来想应国际永续低碳的理念 从各种生活的面向教育民众为环境尽一份行李 多个工会代表一起举手牌为15号将登场的台中设计周宣传 今年紧扣永续低碳主题 除了有绿建材的展出 还有碳足迹盘查等讲座分享 来响应国际永续低碳转型趋势 会呈现出有塑料中心的永续材料图书馆的部分 让人家看见我们的未来建筑物里面该用的什么材料 还有现在我们针对那个防火和地板降噪的问题 我们也会提出解决方案 台中设计周从建筑产业不动产开发 建筑师还有设计师等专师的技术应用 绿色建材设备的供应 还有蓝碳、海洋生态等角度出发 要透过600个摊会的诊室 让大家得以看到不同面向 竟然从生活落实 那我们这当中呢 我们会办四场的精彩的论坛 来谈有关我们从这个生活面的 这个永续的概念导入进来 针对于那个减碳的部分 那我们做海洋生态的部分 是我们整个展场会把那个海洋的一些生物 都会带我们展场出现 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小丑的富裕 海马的富裕 还有小朋友可以在参观 就是玩了这个活动以后 我们再向小朋友用画笔 把他教育小朋友 就是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就把他画起来 从设计的角度出发 结合了各个工会的力量 在建筑饮食等层面展现 也进行深入对话等体验 希望开启部分年龄族群 对了解永续议题的重要性 这里将台中采访到